请不吝点 折腾什么呢 那么半天 我要给晨野留点教训 什么教训啊 我在你家厨房的窗子上 写了触目惊心两个大字 离婚 上雨了 干吗呀你 我就是想教训教训她嘛 下午下午她 你这不是添乱吗 我在帮你好吧 我们怎么都要试探她一下 看她把你摆在什么位置 她心里要是还有你呢 咱们还好说 要是还像现在这样子 你对婚趁早离了吧 你就这么希望我离婚啊 你怕什么也不说没人家 我说认真的啊 仔细想来想去 我还是觉得像贾方舟那样 事业有成 温文尔雅的男人适合你 瞎说 你这人怎么一说就急啊 那个 星期天呢 我跟刘强要去家庭新开的马场骑马 你跟我们一起去吧 现在都乱成一锅粥了 哪有心情骑马呀 就是心情不好才要散心好吧 那谁去吗 谁啊 你说贾方舟啊 你这贾方舟啊 你这贾方舟啊 我不管啊 他要是去的话我可不去 人家贾方舟又不是老虎 还能吃了你啊 那我不去了 有我没他 有他没我 人家贾老板很忙的 他要去厦门谈生意 哪有时间跟我们去骑马呢 就这么说定了啊 你跟我们去骑马 让陈也自己在家犯魂 咱们来一个潇洒走一回 天地又有过河匆匆 潮起又潮落 下一句 我来的恩怨人生死白头 我来 苏同学 谷广川 没有想到吧 怎么会是你啊 我说 来 先坐 缘分的 以前我是向来不相信的 我觉得那都是 露露无为之为 为了美化他们的爱情 都胡乱编造了 不过自从介绍人 把你的照片往我手里一放 在我脑海当中 闪现的第一个字 就是缘子 孙总学 你可能不相信吧 每当我穿过 纽约中央公园的绿地的时候 我脑海中闪现的 就是当年你第一次 走进教室的画面 就如同 又清新的风 扑面而来啊 哎 不过可惜啊 当时你名画有主 而且又是那么轻高 对我这个追求者 你想来是不放在眼里的 我不是轻高 是眼界高 哎呀 你还是 说话那么的犀利啊 哎 不过就算 你是一把刀子 被你扎一下的 我也是一把笨能的呀 哎 苏同学 你还记得咱们 那个老同学 老贺 就是那个大小眼 头发二二八开 被锯了五回 不记得 你知道吗 后来他考上马首理工了 厉害吧 我记得当时的那个 你那男朋友就能牵着 对不起 我不想替他 哎 对 我们不替他 你说咱们当时 这烤头服真的是前夫后继啊 那么多人如同浪花一般 还没上岸呢 最牵着在茫茫人海里边 哎 这咱们班最典型的 那个陈也 还真的和这个 猫和老鼠里边烫的一样 是不是 整天记着啊 一把 好 我连个小老鼠也抓不住 哎 孙女巨 哎 孙女巨 你说说什么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姐 不好意思 我们这里真的没有一位叫陈坤的客人入住过 你帮我查仔细点好吗 我真的看他上六楼了 小姐 我已经看过三遍了 真的没有 可我不会看错的呀 你要不再帮我查最后一遍 最后一遍 拜托了 苏同学 你跑哪儿去了 我单身坏了 有吗 真的没有 你在找什么人吗 我说话告诉你吧 这家酒店的西餐相当的不错 我不饿 你还没拿我名片呢 连跑掉的样子都那么好看 把钱下去了 你快点吧 好 好 陈尹 陈尹 赵地 陈尹 陈尹 别敲了 好几天都没人了 他们去哪儿了 谁知道啊 姑娘 你找他家谁啊 我给你带个话 不用了 好 那个真空广告的事情啊 是我儿媳妇她妹妹搞的恶作剧 那什么意思啊 因为你啊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把你介绍给她爸爸她不开心呀 你又财 来 看看 这个拿去玩 你爸不要了 你别瞎搞啊 你好好瞎 走 走 走 看看 来 过来 来 过来 过来 给他们的吃不吃 给叔叔 给叔叔 和憨憨最快了 喂 憨憨 陈尹 你这单身汗可装了有些日子了 啊 该回家看看 怎么了 心疼你们家饭废了是吧 要不我给你补贴一点 那你把这些年吃我的都给我补回来啊 憨憨 你妈吃了我打劫 不知好歹 我跟你说啊 两口子吵架 分开冷静一下是有好处 可你这都冷静一个礼拜了 小心冻僵了啊 我知道 她就是想让回去给她道歉 我偏不 我得好好给她做的规矩 三天不打 上行接我 哎 你现在端架子过瘾 小心人家朝地跟你认真 到时候啊 你就真变单身汉喽 你懂什么 这叫博弈 就跟下棋一样 是男女双方之间力量的对抗 是吧 干点 我还博弈一看你累不累啊 啊 其实女人要的很简单啊 就是关心和呵护 跟我们喊喊一样的 对不对喊喊 你就这么想 平平反反一天也是过 你整天作天作死 做得要命一天也是过 听见没有 跟我们开店好好学一学 是不是喊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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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师傅在这儿 受活一拜 哎 哎 你下完再走啊你 这行 就这样 啊 可以呀李着弟 爹 我不回来 你也不回来 我狠 你对我更狠 我这马尾扎得是不是有点弯啊 不弯啊 你都说好了 八点五十一弯在门口等 你自己看看这都几点了 真的呀 妈 妈 哎呀 你们俩啊 干嘛 外面那么独的太阳 帽子也不戴 伞也不戴 快快快 来来 你怎么又出来了 刘聪明睡着了 睡着了 睡着了 爸 天马 天马 哪有人打伞啊 就是啊 你这帽子却下威仪行啊 去马场好奇怪啊 我跟你们说 一白啊 遮白丑 这马场 没遮没挡的 跑一圈可以一圈 跑两圈可以两圈 到时候哭都来不及 好了好了 知道了 你可以了没有 你快点 爸 要是陈衣也来找我的话 你就跟他说 我不过了 我要跟他离婚 不过了 真离婚 他要是也答应怎么办 他敢 爸 你说 有他这样的吗 你老婆都走一个礼拜了 他也不来找我了 不是说忘了 今天去三星 附近晨眼了吗 怎么还没完没了了呢 爸 你可以了 快快快 你去看看 看着刘聪明啊 好好好 快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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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再慢点吗 你瞧 瞧瞧我这咬的包 我姐太磨蹭了 你怎么把贾哥车开来了 开开了 他怎么来了 他怎么来了 我不知道啊 不是说他去厦门了吗 他是去厦门啊 厦门雷报 我的航班取消了 今天没什么事 我跟你们一起消遣一下 做一个人 李小姐不欢迎吗 欢迎 干吗不欢迎啊 走吧 上车吧 一会儿该热了 快 来来来来 妹妹 妹妹 啥 走啦 走 爸 我来 我来接赵地回家 想通了 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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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地的脾气 你不是不知道 顺毛驴 对 你得顺着她的那个毛 慢慢地 你倒过来怎么成啊 小两口吵个下 一星期不见面 说出去让人小 说出去让人小 对对对 爸说了有道理 那我现在就去 给她顺顺毛去 到底不在这儿 出去玩呀 她还有心思出去玩啊 她看来没 没真生气啊 要真生气就晚了 她 她去哪儿玩了 家定那边开了一个马场 骑马去了 还骑马 挺敢时髦啊 她那谁去的 莱迪他们两口子 我刚才好像还看见 那个贾老板也在车上呢 啊 贾方舟啊 我也纳闷呢 本来说好的 三个人去的 可是刚才我看看 车里好像有那个贾老板 他 他 他们是什么 什么时候走的 刚走啊 不是 爸 你怎么不拦着他们点啊 我当然想拦了 可是 他们四个轮子的车 我两条腿追得上吗 这边是吧 行 爸 我我我我 我去追他们 不是 东西 伞 小子了 现在知道着急了 没事啊 李小姐好像一点都不害怕 为什么要怕 很多人第一次来马场 都对马心生敬畏 或许是惊讶 这世上竟有如此美丽 高贵的生物吧 他多可爱啊 而且这个马这么乖 对吗 你是最乖的马对不对 李小姐是第一次骑马吗 是啊 第一次也没关系 来 我教你 乖 贾哥来你干嘛不和我说一声呢 我不是天气一棒 我怎么知道那行单取消了呀 你不给我打个电话呀 快点快点快点 又得怪了 没事 他俩不是聊挺好的吗 多般配啊 看来没准他俩还真能成呢 你说什么呢 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啊 使点劲 要把不可能 变为可能 对 吓着宝宝了 快点 走了 走了 等会儿我们 等会儿我们 骑大马喽 走 宝贝 走 走 走走走 走 宝贝 走喽 走 是吧 还远吗 穿过这篇小树的一定就到了 开到这门啊 还得兜一圈啊 还要花十来分钟时间呢 不是 是吧 就这儿停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十八世纪法国博物学家布丰说 人类曾做到最高贵的征服 就是对马的征服 马 就应该在大草原来驰骋啊 现在这样 被囚禁在这儿 我真的觉得他挺可怜的 想要驯服一匹马 你需要勇气 记忆和智慧 他才会接受你对他的抚爱和关心 他会对你产生非常深厚的情感 这种情感 不亚于他对草原与自由的热爱 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 就会心甘情愿被他驯服 对他俯首称臣 带他去更远更美的地方 可是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志向 也没有想要驯服谁 再说了 我已经有一批不成器 但是很听话的笨马 简老板你可能没注意 我这个戒指很细 你没看清吧 但它确确实实是婚戒 我已经结婚了 李小姐你别紧张 在国外 你爱上一个女人 就一定要让她知道 不管她有没有结婚 不管有没有结果 我倒要告诉你 我对你的感情 至于如何抉择 这个就全交给你来判断了 但这是中国啊 中国的夫妻 遵从的是一夫一妻 不离不弃 虽然我不太能听得懂 你说的什么文学啊 艺术啊 可能挺有意思的 但是你这么继续讲下去的话 我就要下来了 好 我不说了 李小姐 我能再说句话吗 你说 你以后能不能别叫我贾老板 这听起来像你们说的那种 爆发户户 那叫你什么 你能叫我方舟吗 我一直都希望你能叫我名字 叫方舟 而不是什么贾老板 我 我还是下来吧 你给我放手 放手 放开 艺术 你玩没玩啊 你把我老婆给我放下来 贾老板 你怎么回事啊 这是我老婆 你怎么动手动脚的啊 贾老板这是什么 你你你你闭嘴 贾老板 您是喜欢骑马是吧 喜欢带人遛弯是吧 遛的遛的 行 我陪你 你遛我 陈先生也喜欢骑马啊 怎么样 要不咱们比一比啊 好啊 比一比 真比啊 你行不行啊 有什么问题吗 那不如这样吧 我们来赌一把 如果我赢了 就保留继续追求李小姐的权利 你别别别 什么什么你赢我赢的 不可能免谈 我跟你说 你要输了 你带着你的马 有多远走多远 好 一言为定 准备啊 撤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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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是 驾 chapter 来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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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姐 我赢了 这意味着我可以继续追求你了 你们俩打的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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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换好了 这疼死我了 疼死我了 可疼啊 那你为什么要跟人家比啊 那我还不是因为你吗 真的 我 我 你去一边吧你 赵婷 老 老婆你说得对 我就是傻 我 我 我这房这么好的老婆 我没有好好疼 我还没有 我还没有好好 早点把你给劝回家 我就是傻 不是吧 我看你一个人过得挺好的呀 不是 不是 老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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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你的日子 我天是灰色的 我觉也睡不好 我茶也吃不 不少饭也睡 我吃不行 我 我就像闲事走肉一样 老婆 你撒谎 你敢说你没跟小淘一起打牌 没跟开明一起下棋吗 我 我 我那都是强颜欢笑 无时无愧没在想你 有罪划舍 不是 老婆 我原来 是想找一点单身汉的感觉 就是那种没有人管 无忧无虑的样子 可没过一天我就发现 不是那样的 没了你 我的心就像被掏空了一样 我的活也没了 我什么都干不了了 是你才怪呢 说实话 我现在吃不到你做的那种 就是 带活的饭 我这个胃呀 就是特别难受 你要不现在 回去给我做点吧 饿饿了 老婆 我才有疼人 你也脏不脏啊 风尘前山万人 老婆 怎么了 我也真的弄疼你了 疼 疼不了 我扶你 再慢慢起来 别动我 深不停地跳舞 让我走出一片天空 让你进去追悟 五六六的黑眼珠 和你的笑脸 没有笑脸了 你是猪吗 你怎么这么沉啊 别别别我就是猪 我就是你养的小猪 都走了半天了 你辆车都没看见 人家来地说要送 你为什么不让送啊 你就是逞强 贾王州的车我才不坐 你厉害是吧 有错 你不是能跑吗 你给我安逸安逸 我们的孤独够好可以追求 这感觉都紧握住我的手 脚步越来越紧 越来越温柔 两个姐中心 还凝ENT 一群 中心 来 儿子 看你一天到晚不着家 在忙些什么呀 这些四川北路在翻新呢 我们路多少人全在哪儿 四川北路也翻新了 前两天我去景安寺 两月不见 一栋高楼又起来了 神速 是啊 大上海现在一天一个样 是 你看看 南浦大桥通车交通缓解了 什么时候有空你带老爸去看看呢 你妈要是愿意 一块把他带上 这南浦大桥的建成 我们单位的同事 那是劳苦功高啊 爸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当年你升了富高 然后一直留在研究院工作下去 现在会不会是另外一种人生啊 没什么想 等我想去 好了 我也难你了 慢慢想吧 上班去吧 积车慢点啊 好 小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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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水 小桃 有个急事 加班是不是 太不巧了 你看我这下雪结婚呢 然后今天晚上正好工人来家里装下雪 我这必须得盯着呀 行行 你忙吧 好嘞 得得得得得 你忙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 你个臭小子躲什么呀 我压根就没指望你 陈衍 顾水 来些啥 你工零几年了 工零几年了 有六七年了吧 你看啊 你是咱们段的胜利军 而且业务也不错 凡是要起个表衰作用嘛 给大家数个榜样立个标杆 顾水 有话谁说 什么意思 是不是要加班 是 加热面饭 我来 这关键不是一天 是七天 而且吃住啊 都在工地上 七 七天啊 你看 我就知道你小子这口气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 这外高桥保税区的主干道啊 被鲍鱼给冲坏了 市里打电话点名 让咱们路段派骨干去增援 而且一定要在月底招商会召开之前 把路给修好 这你也看到了 咱们段呢 都是本地人 让谁加班七天 急死我了 没事 顾水 你不用愁 也别着急 我去就是了 真的啊 我去 放心 保证不给咱们路段丢人 没有加班费啊 你这话说的 我什么人啊 你小子 我就知道我没看错人 你这样啊 一会儿呢 赶快收拾收拾回家打个招呼 七点钟 道路段准时集合 好嘞 好吧 陈爷 你入档了呢 他没呢 赶快写入档申请书 年轻有为 我看好你 谢谢顾水 谢谢 谢谢主任 主任走了 好好干啊 有前途 有前途的 对啊 有前途的 要 要升官是吗 火了呀 是不是 又是啊 啊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 收拾火也燃热了我嘴星沃 最新的火也燃热了我嘴星沃 你这一下 我一天 哈哈 那你一起来我们看 就是 是 最新的火也燃热了我嘴星沃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 流汪 我 多光 照亮亮我 老婆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啊 你门啊窗啊的什么的 都光光好 别让坏人进来啊 知道了 然后 这段时间你去一下 我爸妈家 冰箱里不是有那个 小黄鱼吗 你也不会做 你就给它们带过去得了 好吧 老公 这些衣服你那么多吗 这太多了 我就去一个礼拜 你这 一个礼拜不就一眨眼就够了吗 眨完眼了 你是不是可以不走了 是不是舍不得我啊 自己一个人睡觉 孤枕难眠 没我睡不着睡不着 会不会太久了 你走走一个礼拜 不愿意跟我分开是吧 好办 你这 干什么呀这是 我在运气 发工 我要把你变小 然后把你放到包里 想你的时候就把你拿出来 看看你 让你给我翻根头看 讨厌我又不是猴子 谁呀那么坏气氛 成功回国了 苏 苏娜 你她 没有啊 没有 你确定吗 苏娜 进来坐吧 我马上就走 她会不会回国了 不告诉你的 她没有啊 你 谁跟你说她回国了 我亲眼看见她了 你看错了吧 我看她能看错吗 她现在在放暑假呢 她跟她那女朋友在 什么泥 泥什么瓜的那个瀑布 你 也许我真的看错了 不打扰你们了 再见 她她她她 这没事吧 嗯 赵弟啊 嗯 你去过瀑布了吗 瀑布 小的时候 我爸带我去过 黄果树瀑布 吓不吓人呢 不吓人 挺要玩的 我一想想就吓人 你想想看 这么一大骨子水 从几十米这样的 哗 倒下来 那不得把人冲跑吗 你是不是担心陈坤呢 是啊 她好不容易休息几天 非得要去那个叫 什么泥什么瓜 那个瀑布去玩 我跟她说你别去别去 不听非去 不玩了不玩了 是尼亚加拉 美国和加拿大交界处的 那个大瀑布 对对 没见识过吧 陈坤出去散散心是好事啊 别多操心了啊 我说那个馄饨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差不多 水要开了啊 好的好的那 你 你看那包的是什么 年年 这都破了 那一煮的 那不是成了 成了馄饨汤了吗 这个 左立啊 没事吧 谁天生就会 对吧 得慢慢地学呀 没事 皮破了 咱们就喝馄饨汤 来 喂 师傅 请问前面能过吗 小老板 你怎么来这儿了 我到前面办点试 这边 堵了我们在修路 你啊 你得从 就从那边绕 好 谢谢啊 我跟你说 你啊 别再惦记我老婆了 你屁股还疼吗 我 还行啊 这陈也最近怎么了 就老加班呢 就没别人了 就天天让他一个人加班呢 可不是嘛 他们路段那么多人 总让他加班 就捡老师你欺负呗 妈 最近他们领导 还让陈也写入党申请书呢 是不是要提把他 让他写入党申请书呢 真的啊 是哪个领导啊 顾主任 对对对对对 对对 就是那个主任 有戏 老陈 老陈 怎么了 你儿子要提盖了 陈也要提盖了 陈也要提盖了 对啊 好事啊 最近老让他加班 刚才招地说 还让他写入党申请书 这是逐步考察 重点培养啊 你看他们车间 原来不是没有值班长吗 就是那个 雇主任一直监着的 说是下个月要改选 那可能要提他 当值班长了 好啊 对 你对他们路段的事 还挺了解 那胆人像你啊糊里糊涂的 赵地 我告诉你啊 现在是陈也关键的时刻 你别老给他耍小性子 要好好地伺候他 他提干了 第一个享福的是你 你放心吧 嗯 我就等着享福了 赵地啊 爸爸要严肃地跟你讲句话 陈也上进是好事 但这种事 千万不要到处张扬 别像上次那样 弄得下不来台 你这话好像说给我听了吧 让我业心 吃饭喽 给我两门喽 师傅 麻烦你问一下 陈你也是在这儿吗 他在哪儿呢 他在哪儿呢 陈也 有人找你 我老婆 我老婆 你都晒黑了 你怎么来了 我来给你送饭啊 你别提了 我今天轮渡 又转到公交 我腿都快断了 你怎么吃上了都 没事 没吃两口的 你看我给你 真漂亮 真漂亮 我们去那边 你们都 都已经开始吃饭了 我老婆 我老婆 你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 上个礼拜 你不是嘟囔了想吃馄饨吗 给你做了鲜肉馄饨 这哪儿浑呢 这是面片汤吗 那可能是晃散了 我辛辛苦苦给你包的 你别挑三减四的 是你做的 我在你家包的 你妈嫌样子不好看 所以就不吃了 我都带来给你了 合着是做的失败品 拿来让我处理 是吗 怎么是失败品 我说好心 不不不不不不 我吃我吃我吃 好吃好吃 特别好吃 好 吃了不得了 好吃吗 好吃 我多吃点啊 嗯 老哥 嗯 你吃班长 吃多大的官啊 哪儿 嗯 段长 下面是副段长 副段长下面是 车间主任 车间主任下面是 车间副主任 再下来就是职班长 那也没多大 嗯 你 你妈说了 行职班长下个月就改选了 你是职班长 最佳候选人 她说什么加班啊 写入党申请书啊 都是组织上对你的考验 是这样吗 她分析的对不对 嗯 难说 但是呢 近两天啊 市局领导过来视察 说我们这段的工人啊 嗯 业务金 能吃苦 还要给我们写表人信 真的啊 嗯 太厉害了 那是不是 那就问 嘿 李昭帝同志啊 没看出来啊 你是个官迷啊 你才发现呢 混沌都堵不上你嘴 开工了 好 这么好 开工了 别别别 慢点慢点 躺 躺 哎 我赶紧 慢点慢点慢点 那什么 那我送你去车站啊 陈彦 钻地激发动不了了 行 我马上过来 我马上过来 不用你说我自己走就行了 行啊 好 好 那什么 啊 你不用管了 我收拾吧 好好好 这宝温呢 我放在这儿留给你啊 前车啊 真行啊 不坐 不坐 哼 李小姐 贾老板 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这儿办事啊 你是找你先生吗 哦 你看见他了 是啊 嗯 上次的事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你先生很可爱 你是要回浦溪吗 这边车少我送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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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